工作市场的紧缩使得越来越多的留学生 选择在毕业之后是自主创业 成立于2010年的洛杉矶吃货小分队 最初只是几个南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建立了QQ群 经过了四年的发展壮大之后 在微博上竟然拥有20多万粉丝的吃货小分队 是于2014年初正式的在美国注册公司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洛杉矶第一华人美食资讯平台 洛杉矶吃货小分队 探求一下他们是如何成功创业的 洛杉矶吃货小分队成立公司之后 小分队就不再只是一个社团 而是一个需要盈利的企业 和大多数互联网公司一样 吃货的主要盈利来源是广告收入 然而创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很多80后或者是90后来说 他们不想被朝九晚五的生活所束缚 创业似乎成了通往成功的捷径 但是吃货小分队现身说法 留学生创业需要满腔热血 也需要保持励志 创业挺辛苦的 而且不见得说是 马上就会有回报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 算是有一个恒心和一个坚持 很多人他可能一开始 就是觉得喜欢创业 他其实不知道创业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说 还是要通过不断尝试 才能找到一个 就是一个契合的点 就比如说你的能力和你的爱好 到底在哪一个方面契合 萌芽期的洛杉矶吃货小分队 正在全美范围内不断的壮大 如今吃货已经在旧金山 西雅图 纽约 华盛顿等地开发分支 除了原有的官网 微博 微信公众号之外 小分队也在制作自己的手机APP 并有望于今年夏天与粉丝见面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